A4的纸张在做合并列印 好 那我把这个先关掉一下 关掉一下 好 这是主文件 然后这是 好 如果我们现在要自己做一个新的资料来源 那通常你不是用Word就是用Excel 因为Excel在做资料整理还蛮方便的 那假设同学们是用Excel在做你的资料来源的时候 记得第一件事情 一样不要打那个表头 要有栏位名称 好 所以假设说这个是什么编号 对 然后什么姓名处置 听懂我的意思吗 直接打 直接打就好 直接打上去 我们用Copy贴上好不好 偷懒一下 好 所以我就把这些资料直接贴上去就好 来 我们先把它关掉 所以我想要让你们知道 就是Excel在呈现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做了 好不好 Excel在做的时候 来 我们范例里面呢 有一个有性别的那一个 这个 好 团圆同学有性别的 好 我把它Copy过去 那我们那个图片就不要了 我们就有文字就好 就有多了一个那个性别的 这样就好了 右键复制 那因为它是表格啦 所以你直接贴到Excel是OK的 这样 把这个删掉 好 从这一格来贴上 没有听懂 所以你在Excel里面在制作的时候 请你记得 第一列就是栏位名称 有没有问题 第一列就是栏位名称 好 来 再来 那我放进来之后啊 这里有一个栏位叫女生跟男生 这是性别啦 性别 好 我等一下要做个小变化 给各位看 好 来 假设我现在有个性别栏位 那我等一下在做合并列印的时候 我想要列印的是标签 OK吗 如果你列印完标签 后你把那个标签撕起来 贴在那个信封上头 你就可以寄出去了 好 所以标签其实很好用 好 所以我现在先把这个表整理好 然后如果你要打名称 例如说它是什么单位的之类 你就打在工作表 OK 你就打在工作表 你不要打在上面的表头 知道吗 因为表头就会影响 你在插入合并栏位的时候 那个合并的中文字 你就看不到了 所以这个可以打 例如说这是会员资料 好 所以我们把资料 移转到Excel里头 来存档咯 存起来 好 然后呢 储存 这是会员资料 所以我们做一下变形 好 来存在桌面 好 再来 我要开启一个新的主文件 好 我们回到word中 我要开一个新的 然后开了一个新的档案的时候呢 新增 好 我们先用个空白的 没关系 好 你先进来空白的 就是一个空的 那刚才这些都可以把它关掉 没关系 好 都把它关掉 来 我现在想要做的是标签 OK吗 标签 好 那标签要放入Excel的资料 然后呢 标签是一个人就是一张 一个人就是一张 好 来 那怎么做标签 你们到邮件的位置后 这边看一下 这里有个标签值 那这个就要看你们 跟哪一家厂商买的那个标签值 你要去问清楚 标签的格式是什么 知道吗 标签一定有型号 它有它的尺寸表 所以你要有标签的一些基本资料 OK 所以你进来之后 好 这边有一个选项 你要去找你是哪一家的 知道吗 这跟厂牌有关 好 所以我随便找 例如说我找这个A4 A5的好的标签 然后它这边就有规格 我会带出它这个标签是A4的 然后你可以印几篮几列嘛 对不对 但是整页印相同 不要啊 我要例如说列嘛 五列好了 这不能改 不能改是因为我选的这个纸张 它只有A4一张而已啦 听到吗 对对 所以你就要看你的纸张 我这个要挑呢 我随便找好了 来 向纸可能不太适合 我想要找就是它可以是标签纸 然后可以让我一格好几格的 名片 向纸 标准的纸张 OK 因为这个不晓得要哪一种 好 媒体标签 然后标签 这是标签类的 好 这个好了 好 确定 好 然后 不行 好 这至少有两个 两个加减 好不好 好 然后我看一下 这里可以打那个住址资料 例如说你们的是 等一下哦 它这边没有让我 因为我现在没有很确定 它的标签是哪一种 所以它这边可能支援度的关系 无法让我按这个新文键 那我先取消 不好意思 来 我们用这个好了 启动和平列印这里 这里有个标签纸 它会把这张纸给改掉 标签 一样的意思 没有 一模一样 好 然后我进来后 我们就可以选 就有几号几号的 这是信封 有没有 向纸 对 好 我想要找它有几格的就好了 有几格就可以让我们来用 好 然后这是信封 好 随便哦 确定 好 你就会发现这张纸会改变 听懂老师意思吗 对 所以你就要去找到 你符合这一个纸张的资料 我之前上课的时候有用过 就是用这一家的啦 这一家的 后来有找到 好 这五个标签的好了 然后呢 确定 确定 它就五格 没有 有五格 了解老师意思吗 它就五格 好 来 那标签进来之后要怎么做 第一个 你上方可以打资料 你可以打你们的基本的那个什么 资讯 然后再加上那个客户的 那我们直接做客户的 好 所以这边选择使用先有清单 所以文件的格式很重要哦 进来后我们选择刚才的ECL档 好 它就带进来了 这个会员资料 确定 好 你看 自动帮你加下一笔记录 知道吗 这是标签的好处 它会自动帮你加 好 那你进来之后首先我这边要放资料 所以例如说我们插入合并栏位 插入姓名 空一格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那个 下一个好了 先姓名嘛 然后再就是住址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那姓名的部分的话 我想要用刚才教过的男生跟女生 我的栏位不是有个性别叫男生跟女生吗 我希望男生变先生 女生变小姐 听懂吗 先生跟小姐怎么做 好 来 这边 这要再加强 这里 这里的话我可以插入 合并栏位 这里有一个性别 对不对 那你插入性别 它只会出现男跟女 这样OK吗 对 所以这里我等下要教你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让这个标签变成自动判断 它这边会变成自动判断 好 好 所以这个等下留着 来 你先到这里 然后你进来之后呢 我已经把这两个放进来了 来 请按下更新标签 全部就会更新了 所以这个更新标签必须是标签的format 它的格式必须是标签它才能够用 知道我说的意思吗 好 那我们先合并完成了 来 完成 确定 它就做完了 这就是标签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纸张是什么 你才办法这样子做 有问题 先到这里哦 好 把资料本改成Excel 然后呢 进来做标签 那标签我刚才真的是乱选 那个 对 你就是自己选一个就好了 好像就是刚才AVER Y那一个 它前面几个就是五格的就可以做了 好不好 那么等一下我来改一下这个语法 让判断式可以加进来 有衣服的功能 类似Excel 好 来 试一下